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收到韩国网友们非常多关注的两个贴文 首先第一个贴文是 GD粉丝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这位网友表示 我是宛如康的粉丝 最近一点活动都没有 却一直被黑粉攻击 本来就这样吗? 真的很想起用 对,不知道在海外是怎么样 但是在韩国真的一直有黑粉们创造各式各样的争议 最近还有脑残散播 GD与抢蚊羊恋爱什么的 然后就有一大堆的黑粉们去攻击GD 我们来看一下该天文底下的留言 真的没有活动还被这么攻击 不知道的人看了会以为是今年已经回归了三次 什么都不管,就等待GD的回归 我是15年的粉丝 最近心真的很累 虽然从出道就一直被酸 但是最起码那个时候是有在活动 现在没有活动都五年了 为什么这些脑残黑粉的状态越来越严重呢? 原来大家都在等待呀 现在都没有粉丝们可以交流的地方 回归也遥遥无期 我们都看着启庸的脸加油吧 GD真的很生气的是 2006年出道后 空白期不是一两年 现在都已经超过五年了 还比正在活动的爱豆们更常被提到 然后最重要的是 粉丝团真的很坚固 反过来想的话 都没有活动黑粉们还在那里闹的话 就是在证明了GD的存在感 希望GD能早点回归 让他们的肚子能更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贴文 这位网友表示 一开始看成员们的时候 以为只会有非常多的男粉 但是现在包括我在内 女粉变得特别多了 对 看KPOP论坛或者是女超网站的话 Li Serampi的讨论度真的非常高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贴文 其他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本来没什么关系 但是被西波亚纪录片 Akaraka三连打后 完全入坑了 勇无止境的团众 纪录片 Vlive YouTube出演 持续的在媒体曝光 而且成员们的化学反应也非常好 Sakura 贴粉们 Kim Chewan 大量圈男粉 何云金 大量圈女粉 Kazawa 话题信 红红钱 莽莉加 可爱 这么完美没办法不成功 不过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在纳维退团之前 整个团体感觉一点都不高贵 在退团之后 团体形象变得很像是 时髦的城市女人一样 所以 华语圈的女观众们觉得 Li Serampi 圈女粉的理由是什么呢? 接着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10月12号即将上映的台湾电影 《你在我心上》 这部戏是改编从来小说教主 蔡真恒的小说《国语推行约》 是由我非常喜欢的弟弟张提呼主演 而内容是在说 喂? 喂 丁哥 谢谢你这么用心帮我推荐 你在我心上啊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推荐 你怎么看啊 你在直播啊 我都有在看啊 嗯? 我在直播吗? 对啊 丁哥 我想知道你在我心上超级好看 一定要去看韩文怎么讲 你在我心上 穿卖杰米斯尼干 国保留下来哦 来 换你说一下 喂? 喂 丁哥 喂? 不好意思 我这边搜寻不太好 丁哥 喂? 哦 啊 喂喂喂 国语推行运动 是为你们好 我要说国语 快呀 衰小哪里是台语哦 麻雀衰小 班长一句 臭肥秋树文 这是学名当过语推行人 知道班上讲台语的人 你就嚇张了哦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